信用卡在自己不知情下 被人撞了幾萬 甚至十幾二十萬 誰都不能接受 偏偏這些事, 原來不斷發生 自從我們在6月報道過 有卡主在沒收過一次性密碼 OTP的情況下 被人撞了十萬元 現銀行還堅決追溯之後 多位苦主隨即聯絡我們 說同樣身受其害, 悲憤莫名 大概124條做 在去年8月12日至6月21日 一共十天 十天內我賣了七萬多元 港幣是兩萬多港幣 是說一個月的薪酬 就覺得這件事太過分了 一般相信自己沒有進行過交易 只要跟銀行說回 很大機會也會不用負責 誰知道事實是 黑客消費就要卡主結帳 否則受害人也可以變成被告人 我很堅持 當時一直都很堅持, 不加錢 最多就看看如何處理 最後就是他們把我這個案子 放上小額前大廚 我由一個受害者變成被告 不論信用卡被盜用的情況如何 銀行幾乎都會拿出 上方保健和卡主說 一次性密碼OTP 已經由SMS發到你的手機 輸入了密碼就是有效交易 就是這樣, 另一位苦主黃先生 大喇喇十九萬 可能都要無辜奉上 黃先生女兒在英國讀書 於是就給了附屬卡她旁身 而女兒一直少用 但奇怪的事在今年發生 有一天, 女兒收到一個 由法卡銀行傳來的可疑交易信息 黃先生知道後, 立即上網向銀行查問 一問之下, 才發覺銀行發出 這個可疑交易信息之前 已經有三筆極有可疑的交易 在半小時內成功進行了 那個交易很古怪的 就是0.1的新加坡字 在1.01分, 就有0.75的英鎊 接著在1.15分, 就有差1萬8千鎊 我就看到這麼奇怪 我想銀行應該處理得到 而不需要我負責 按當時匯率, 三筆可疑交易 合共接近港幣19萬 黃先生在女兒收到銀行 可疑交易信息之後的10分鐘左右 已經聯絡上銀行 清楚表明, 這三筆交易 都不屬於他們 更加強調, 一個OTP都沒有收過 銀行回覆說會處理 但竟然這樣處理 註銷那三筆可疑交易是不被接納 他沒理由說 信一個系統上的資訊 而不信一個人打壓上去 確認的資訊 黃先生看回這三筆交易 收款也是一間虛擬貨幣公司 背景和往績根本極不尋常 我只看到它是CRO 定是Julianis, MT MT就是Melka, 真是馬爾他 但一打這間公司下去 就看到它有很多有問題的交易發生 也會上網上貼貨幣 這間虛擬貨幣公司還似曾相識 原來我們六月訪問過的 另一位苦主也中過招 我媽媽多一天 突然寫到一個訊息 說他們上次被人訂了六萬多元 我就立刻打開一些問題單 看看原來有些筆數 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筆數真的要我們交了 連續三筆禁可疑的交易 作為香港龍頭之一的銀行 為何也識別不了 他回答我們 是因為他的系統不能適別所有可疑交易 來這樣推堂 這樣也可以嗎 所以我們覺得好像不合理 而且令到你會很生氣 其實你看到他這樣回答 六月十三日他已經將所有爭議交易的金額 已經放回我的戶口 要我付錢 他的理由是發卡銀行和信用卡的合約上 信用卡卡主要為爭議交易負責 黃先生據理力爭 表明雷雷把電話SIM卡根本沒有插入電話 不可能收到一次性密碼 也絕不能輸入密碼確認交易 他沒有SIM卡 因為香港的SIM卡其實是沒有用的 他也提供了一張電信公司使用的資料 基本上在十二月、一、二月 連續幾個月都沒有用過任何聲音和資料 但銀行並不接受他的解釋 黃先生唯有報警求助 為何報警呢?有兩個目的 一,希望警方可以協助調查 第二,亦可以表明我們沒有清白 沒有詐騙 我在香港報警 我女兒在英國網上也報警 黃先生不停去信銀行 甚至電郵聯絡銀行極高層 倒是不得要領 令他雅然失笑的還是 銀行事後批出新卡 啟動效的第二天 馬上再給黑客盜用 收款的是同一間虛擬貨幣公司 而銀行又照樣給他成功交易 真的這樣也行? 他簡直是不負責任,對嗎? 我追求你錢,你還給我付錢? 你是不是這樣說? 他說銀行不一定不批受權交易 給予那些爭議中的商戶? 我真的看不到這間這麼大的銀行 它是一個有系統去處理 就是盜用信用卡的個案 另一位虎主蔡先生 兩家銀行的三張信用卡 同一時間都被盜用 A銀行有17筆帳 涉款接近10萬 而B銀行的三筆帳 加起來就一萬三千多 但問到這三筆 經支付工具轉賬的金額 究竟給了誰?答案就各說各話 他一直都給了一個答覆 就是說那三筆RDP是去了食品公司 而我問支付寶 他就說去了一個遊戲基點的公司 銀行和支付平台各說各話 蔡先生不管誰正確 只是想取消交易 不過同一情況 在不同銀行竟然有不同的做法 A銀行方面 一年十筆合共八萬多 經支付平台的交易 可以成功註銷 但B銀行呢? 同一情況 經同一支付平台的三筆 一萬多的交易就不能註銷了 一直都說 他們沒有權盜查支付寶的資料 不能直接跳過商戶 向RDP申請退款 不止, 蔡先生還有其他發現 我發現了我的三筆送卡 我在交易前就綁定了支付寶 其他電話帳戶 而我完全不知情人持放下 被人綁定了 他們都很樂意幫忙退款 如果要交退款 就要向相關銀行進行退款 內河邊銀行拒絕協助 蔡先生先後求助金管局和警方 結果都只是叫你找專人調解 我也嘗試去金融圖體中心投訴過 但他們開始收費 已經在頭四個中心收了二千多元 如果繼續溝通下去 可能更多錢也不常實 我們就黃先生和蔡先生的個案 去信相關銀行 回覆指是說 切勿向第三者透露個人資料 交易成功後 將未必可以代表客戶追討相關款項 卡主說自己沒有交易過 為什麼要揹上數字? 銀行就說已經發出一次性密碼 輸入了就是有效交易 有說法說 黑客可以將卡主的短訊轉駁給自己 然後在卡主不知情下盜取密碼 究竟是嗎? 我們以顧客身分 隨機向一間電信商查問 我們有一個叫SMS 除你飛的真值服務 什麼叫除你飛?是怎麼用的? 這個真值服務就是 你可以將短訊飛到其他手提電話 或者郵箱 但黑客是否可以 到取卡主個人資料之後 輕易將再有一次性密碼的短訊 轉駁到自己的電話呢? 有業內人士主動聯絡我們 說轉駁這些短訊原來是有限制 其實飛線的情況 今次今天是不可能的 因為在2011年的時候 其實金管局已經對銀行有要求 就是銀行發出的SMS 就不可以飛線 2019年的時候 金管局才對一些第三方的支付工具 例如支付博、微信等等 去突出這個指引 所以大概在2018、2019年的時候 其實這些第三方支付工具 已經修正了你的問題 不過實際情況是怎樣? 執行上有沒有漏洞? 我們不得而知 只知道一次性密碼OTP 一般是由商戶決定啟不啟動 如果商戶不用OTP 一旦發生問題交易 銀行就可能會將責任歸咎商戶 不過商戶啟用了OTP 責任為何要全數去全客戶呢? 銀行要做調查 可能都要去找這些支付的網關 去告訴他們有甚麼資料 才可以做到調查 但如果他們不合作的話 其實銀行是沒有任何資料去做到調查 頂多就是銀行會知道 我有沒有發出過一個one-time password 銀行是多少有責任的 個人的認為 全部銀行都一定會有一些24小時的監控系統 傳統一點 他們就會有一對人 24小時監控一些可以交易 近年銀行很多時候就是 現在我用了個SMS 我通知了卡主 那他就覺得 那個責任我已經通知了你了 如果你真的覺得可以的 你應該盡快打電話給我 銀行就把責任送回去給卡主 沒有再去直接的攔截 我們去信金管局查詢 回覆指 在2021年和2022年截至6月底 分別有329和169宗有關信用卡 未經授權交易的投訴 金管局要求銀行採取適當行動 保障受影響客戶的利益 以及安排充足資源 以及合理務實的方式 去處理客戶的查詢和要求 問題是 銀行方面做了什麼適當行動 去保障客戶呢 為什麼一眾苦主 都異口同聲地說 對銀行對信用卡都失去信心 現實世界上已經告訴我 一次性驗證碼的交易是不安全的 所以我已經把信用卡的信用額 已經降低了 只不過救我一個月花費 而且所有銀行的信用卡都已經降低了 真的很恐怖 你知道我其實有陰影嗎 是想切掉所有信用卡 而不再用 自然而非 我們一定有任何做的 信用卡 都沒有任何 但是我給你 一直有任何